初学者该如何上手完成一部视频剪辑呢 首先你需要选择一款适合你的剪辑工具 其次准备所需要的素材 构思你的剪辑思路 通过粗简验证你的想法 通过音乐为你的内容定调 通过精简把你的作品打磨到最好 最后通过封面图和片头 让你的视频被更多人看到 这些是完成一部视频作品的关键步骤 也是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 希望看完这些视频 可以让你有所收获 真正的上手视频剪辑 新手学视频剪辑的第一步 是选择一款视频剪辑软件 这里根据我自己的使用经验 给大家推荐五款我认为比较好用的 首先是Final Cut Pro 它是苹果公司推出的官方剪辑软件 上手简单 工程强大 配套的插件非常的丰富 很多的电影或者是纪录片导演 都会使用Final Cut Pro进行后期剪辑 它是买断制的购买方式 大概是两千块钱 也是我当前的主力的剪辑工具 当然如果你对你的剪辑要求不高的话 也可以考虑免费的iMovie 也很好用 功能上就相对会比Final Cut Pro简单一些 需要说明的是这两个软件 它们都需要你有一台苹果电脑才可以使用 因为它只能运行在macOS系统上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是这两个软件的一个缺点 然后是Permit Pro也就是PR 它是Adobe其他的视频剪辑软件 拥有非常高的市场占有率 同时支持PC和Mac 非常适合小团队多人协作使用 如果你自己在使用Adobe其他的其他的软件 比如说PS、AE的话 它们搭配起来也会用起来很方便 它是订阅制的收费方式一个月大概是100多块钱 第三款剪辑软件是达芬奇 是Black Magic公司推出的视频剪辑软件 它的市场战略率要比前面那两款会稍微的低一些 但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生代的视频剪辑软件 就是它的无论是剪辑界面交付的流程 设计的都非常的人性化 非常的时髦 拥有非常强大的视频调色功能 软件会分为免费和付费版本 我觉得对个人而言 你用这个免费版就完全够你使用了 第四款是剪映 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是字节跳动工推出的跨平台视频剪辑软件 相比前面的几个的话 剪映我觉得它更面向入门的视频创造者 它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字幕贴纸效果 以及免费好用的字幕自动生成功能 适合用来剪辑一些简单的这种短视频作品 最后一款是LumaFusion 它既不是PC也不是Mac 它是iPad上的 我觉得某种程度 它应该是iPad上最强大的视频剪辑软件 整体的操作体验跟Final Cut Pro很像 如果你搭配键盘和鼠标一起使用的话 其实是可以剪辑一些简单的视频作品的 但是如果你打算只用iPad加一个充摸笔使用的话 那个体验会非常糟糕 根据我自己的使用经验 如果你是苹果电脑的用户的话 我会强烈推荐你使用Final Cut Pro 反过来如果你是PC用户的话 我优先推荐你使用PR 如果你的作品对调色要求很高的话 达芬奇是一个非常棒的选择 如果你的视频内容比较简短 也没有一些这种特效或者调色的要求的话 剪映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但我还是那句话 就是剪辑软件本上是一个工具 所以没有谁好谁坏这一说 适合你用起来顺手是最重要的 所以即使我今天列出的这些软件 就是你自己都没有在用 你在用另外一款可能都没有人用的软件 但你用起来非常顺手 可以继续用它吧 一点都不妨碍你去用它剪辑出一个非常棒的作品 在正式的开始剪辑一部作品之前 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通常分为两个部分 也就是素材的准备和结构的构思 素材准备意思就是说要确保你接下来要剪辑的这些视频物料都已经就位了 比如说你要制作一期开箱分享的视频 那么首先你要拍一组对着镜头去讲述的画面 也就是通常所谓的A-roll 当你讲到一些产品的特定功能的时候 你还需要一些特写画面来向观众呈现一些细节的信息 也就是所谓的B-roll 我会建议你使用文件夹对这些镜头进行分组 同时对素材进行重明 添加一些特定的分类标签 方便后边的剪辑使用 那素材确定之后 我会在脑海里边去开始构思 就是这期视频它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呈现 因为视频的类型是非常多种多样的 有评测 有观点表达 有教程 也有故事分享 所以这里其实并没有一个万能的公式可以去套 但通常我会用一个三等式的结构来去拆分这个视频内容 其实就是问自己三个问题 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就是这期视频我想要表达的背景信息是什么 得让观众知道 第二就是 那我遇到了什么问题 以及我是如何解决的 第三就是 那我希望我的观众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他能收获到什么 那用上面这种结构去思考你的内容的话 是可以保证你做出一部相对比较完整的作品的 但是这样做出来的作品 它是否精彩 是否真的好看呢 不一定 因为这里边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影响因素 那后边有机会的话 我会专门做一期视频 跟大家去聊一聊 叙事结构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和我的一些经验思考 顺便说一句 你拿到了这个素材 跟你形成的这个内容结构 它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先后的顺序 比如说 你可以通过这个素材来推导出一个内容结构 但有可能在你这个推导的过程中 你想到了一个更好的点子 你完全可以进行补拍 来去重新的调整你的这个素材 只要它可以让你最终的这个视频变得更好看 你都应该去勇敢的尝试一下 那准备工作完成之后呢 我们首先要进行剪辑工作的第一个部分 也就是粗简 粗简的意义是用最低的时间成本来去验证你之前脑海中的想法 我发现很多新手朋友会忽略粗简的重要性 一开始就抹足了权力 想要剪辑出一段非常高质量的视频 想要把每一帧做到完美 这个态度很好 但是这样很容易带来一个结果 就是视频剪了一半就累的就放弃了 或者是剪出来发现根本不是自己想象的效果 所以在粗简这个部分呢 给大家的建议就是抓大放小 暂时忽略掉那些影片中的细节 想到瞎吃 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你的内容结构上 那对我而言 在粗简阶段 我通常只做下面这三件事情 第一 浏览视频项目中所有的素材 选择那些我觉得跟我想表达的这个事情 有关联性的素材 把它们填到这个剪辑的时间线 第二 调整这些素材的顺序 让它们的这个叙述逻辑相对是清晰明了的 不存在问题的 第三 对这些素材进行进一步的删减 剪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去掉任何一段素材 你的这个叙述就已经不完整了 它就像是你用积木去搭一个塔 就是你抽任何一个积木 这个塔都会坍塌 就你要剪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我会要求自己在一到两个小时内 迅速的完成这个视频的粗剪 这个非常的重要 因为一旦你停下来 你下次什么时候再剪 可能就说不准了 当你完成这个粗剪之后呢 就会对这个作品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 知道自己现在还缺哪些素材 需要在哪个部分进行花时间的去进行的雕琢 当然你可以把这个粗剪的版本 去给别人看 给你的领导看 来听听他们的意见 另外一个方面 当你对这个视频完成粗剪之后 你也会对即将诞生的视频作品 产生更多的自信心 知道自己接下来的努力不会白费 那粗剪完的视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看起来非常的干 所以视频剪辑的第二步 就是给你的这个视频加上合适的音乐 音乐是视频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好的音乐甚至可以让你的这个视频 观赏性提高许多倍 但是我发现很多新手的朋友 非常容易犯一错误 就是特别喜欢把自己喜欢的歌 自己的歌单 直接加到这个视频里边 就是这些音乐 单独听确实会非常好听 但是它可能不一定适合你 现在正在剪辑的这个视频内容 那正确的做法是通过观看你的这个视频内容 思考这段内容所对应的这个情绪 应该是怎样的 根据情绪来推导出音乐的风格 那根据音乐风格再去找对应的曲目 而当你找到合适的曲目的时候 一定要把这个音乐放到 真实的视频片段里边去感受一下 它是否真的合适 另外就是千万不要把一首曲子 直接拖到你的时间轴之后 让它一直单曲循环 这个其实是一种非常脱揉的做法 观众很快就会听腻的 那你需要随着你内容的推进 为不同的片段来添加不同的音乐 这个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当然也会让你的作品的观赏性 大幅度的提升 当然给视频寻找合适的音乐 它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有的时候我为了找到一首满页的歌 甚至要花好几个小时听上百首歌 所以如果你想要提高你视频剪辑的效益的话 就要有计划的去组建一个 属于你自己的这样一个曲目库 比如我就会把自己常用的一些音乐 按照作品 按照情绪 按照类型来进行分组 这样剪辑视频的时候 就能快速的调取来省下不少找音乐的时间 那至于具体怎么获得背景音乐 我之前其实有一期视频 有专门做过详细的分享 大家可以看这一期内容 视频剪辑的最后一步是精简 这是整个剪辑过程中最消耗时间和精力的部分 也是最决定你成片质量的部分 用一句话去描述精简的话 就是在你能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范围之内 把你的视频雕筑到最好 这里面包括但不限于 每一帧的画面的构图 每一个镜头的切换的时机 画面中出现的字幕 画面的颜色 文本的流畅性 内容的讲述节奏等等等等 那我自己的做法就是 把这个视频从头到尾 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看 在重看的过程中 一旦感觉到哪里不太对劲 或者是少了什么东西 我就会停下来去修改 这个部分的视频内容 那精简需要你有极大的耐心和专注力 通过不断的重复 把一个东西做到它最佳的一个状态 很多时候我认为 决定一个人剪辑能力的关键 就是他对待精简的态度和能力 那当你通过一遍一遍又一遍的重复 终于把你的这个视频 已经看吐了 已经找不到任何可以修改的部分的时候 那么恭喜你 你的视频已经准备好 可以发布了 视频剪辑的核心是 创作一部更好看的作品 但是如果你打算把你的这个视频 发布到互联网上的话 如何让更多人看到这个作品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通常我会在发布视频前 做下面这三件事情 第一 为这个视频制作一个片头 注意这个片头 它不是用模板生成的那种 很酷炫的特效片头 而是一段 对你这个视频内容的一个总结和提要 它的目的是让那些点开你视频的观众 产生兴趣 愿意继续的去把这个视频看完 来进一步的提高你这个视频的玩播率 而玩播率高的视频呢 更容易被平台进行推荐 让更多人看到 那最简单的片头就是把你这个视频中 最精彩的几秒钟提前放到前边 那如果你能在这个视频策划阶段 把片头规划好 去拍摄出来 那当然是最好的了 那第二呢就是为你的视频制作封面图 它的目的是让观众对你的这个视频 产生兴趣愿意点进来 关于封面图的制作建议就是一定要切题 千万不要使用那种意义不明 模糊的昏暗的 让人看完之后不知道你在讲啥的这样的封面图 因为很多人滑到一个视频的时候呢 大概只有一到两秒的时间去思考 我要不要点开它 所以简单直接是封面图设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最后如果有时间允许的话 给你的视频加上字幕 哪怕你的这个收音状况很好 有字幕的视频 它就是会比没有字幕的视频体验更好 所以加字幕吧 没有借口 我之前其实也有做过一期视频 教大家怎么去给视频加字幕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找来看一看 视频剪辑其实是一门相对比较综合的专业技能 我知道只靠我这十几分钟 其实是很难完全的讲清楚的 更多的是抛砖引玉 所以如果你想要深入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视频剪辑这门技术 这门手艺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 我自己耗时一年多制作了一套视频剪辑课 这是一套完全的面向新收小白的视频剪辑课程 从剪辑软件的选择到视频剪辑的这种各种常用的这些技术 再到视频发布 我会手把手的教你去制作出一部精彩的好看的视频作品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通过屏幕上这个链接来去报名参加 那这套课上线的两周内还会有一个八值的现实优惠 同时我还新追加了一个全新的单元课程 是讲混剪的 时长将近两个小时 从理论知识的讲解到音乐的选择 再到剪辑 我会手把手的教你完成一个混剪作品的这样的一个制作 非常值得一看 那如果你之前已经买过我的课程的话 也会免费的收到这一次的内容推送 你现在就可以去看了 那最后跟大家聊一点我关于剪辑的思考 我刚刚算了一下 我做视频已经四年多了 剪了少说也有四百个视频了 现在回头去看我做的这些视频 我发现那些好看的视频 在剪辑的时候都是无比痛苦的 而那些剪起了很轻松的视频 大概率也都不是那么的好看 因为如果你想要做出一个好看的作品 就是需要不断的去挑战自己的舒适区 让自己做出改变 而这个过程它一定是不轻松的 但好在当你越过了那些痛苦 最终抵达了一部优秀的作品 你所收获的快乐 它也是倍增的 尤其是当你看着自己辛苦完成的影片 收到了别人的夸赞的时候 会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每一个内容创作者的宿命 所以很开心你点开了这个视频 有这个勇气想要成为一个视频创作者 希望你在接下来这些日子里 可以持续地创作 同时享受创作所带给你的快乐和痛苦 感谢观看